政委員好 部長好 今天我要質詢的項目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針對 在去年 時代力量黃國昌委員 提出的質疑 就是針對雲林西羅 這裡有 國有地 被占用 然後在 2001年的空照圖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有砂石車 有輸送袋 那看起來這邊 就是有在挖砂石 那下一張 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挖的砂石 是有洞 但是後來呢 這個洞就不見了 所以黃國昌委員有質詢 我想部長也知道 那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有重金屬的污染 那重金屬的污染 我們看一下檢測值 我們看到這個個 是有超標17倍左右 鎳有超標6.5倍左右 然後還有銅跟新的重金屬的污染 那請問部長 知不知道以這樣子研判 因為這個是土壤的分析 這個重金屬這麼高 那你可不可以判斷一下這個填的東西是什麼 非常謝謝委員 因為上一次我們國參署到這個當地那個地方去 部長你直接回答 因為我的時間很短 這個有重金屬的情況 你研判大概是什麼 因為重金屬這麼高 這個不符合法規規定的這個回田 對 那這個埋的大概是什麼 詳細的情況 我是不是請國產署 好 那請署長你簡單說明 你判斷這個是什麼的污染 報告委員 那個檢查二十幾個點裡面 就是剛剛委員提到的S13這個點 那S13的部分是重金屬 那你研判是什麼廢棄物 請你明確回答 因為我們在處理這個過程當中 曾經有人檢舉 這個地方可能是那個都市裡面排水鍋污泥的部分 所以跟污泥有關 那會不會是電鍍污泥呢 應該也 我們目前有在委託 你還不確定會不會是孔污泥呢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有在委託那個財團法人工業研究院 進行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下面就是說現在這裡 看起來土壤是有重金屬的超標的問題 然後我要請問部長 這個重金屬如果下雨 因為這邊地下水也很高 那這邊地下水會不會有污染呢 會不會呢 因為西羅這邊有地下水 自來水的那個取水 雲林這邊是喝地下水的 那這個 這個土壤的污染 重金屬污染 會不會也污染到地下水 那有做地下水的這個 地下水的檢測嗎 報告委員 我想因為我們進一步要委託就是工業 財團法人工業研究院 那因為它是 要做嗎 我們會再做那個整個污染 位置的那個實際 地下水污染要做嗎 那會 由工業研究院進一步分析 因為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再做其他相關的檢測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的原因就是 這個地方是喝地下水的 而且雲林都是喝地下水 那我們從雲林西羅的 自來水的水質研判 這邊西羅的地下水質已經 比其他點的部分有比較差 所以而且重金屬導電度是有比較高的情形 所以要請財政部這邊 跟國產署這邊 來做更詳細的調查 然後如果有這個廢棄物的問題 一定要清楚 為什麼 因為國產署所管理的國有地很多 那現在有不只是這個地方有這個問題 其他地方可能有其他問題 謝謝委員 那部長這邊要做 我們會來做處理 好 署長 那我們看下一張 國產署會後續會進一步再做處理 那下一張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赤道原則